提起保安局長鄧炳強的名字 大家都會想到他在鏡頭前不久言笑 十分嚴肅的樣子 但原來私底下這位局長爸爸 說起自己前世情人的時候 樣子是完全不同的 趁著這個父親節 鄧炳強就首度公開談及 自己跟女兒的相處點滴 我們就看看他到底一個怎樣的爸爸 爹地 因為自小都叫我爹地 爹地好像更流行 會推薦女兒出去拍拖 還是留在家陪你 出去拍拖 難道是涉造樓 如果兩個活動只可以選一個 選出席女兒的畢業典禮 還是警察的結業禮 當然是女兒的畢業典禮 覺得女兒喜歡爹地還是媽媽多 一定是喜歡媽媽多 因為她媽媽可能會看這個節目 局長雖然說女兒喜歡媽媽多 但其實在往年的父親節裏 女兒都會毫不孖夫 送上別出心裁的禮物 為鄧炳強慶祝 她日前就分享了 在當年六塊腹肌 還沒變成一塊之前 其中一年 女兒為她慶祝父親節的搞笑故事 印象深刻有一年 她很小的時候 七、八歲 我喜歡踢球那樣子 我太太會帶著我女兒看我踢球 我記得父親節踢球 她送了一張卡給我 我自己親手畫 她畫了我踢足球的樣子 寫了就是媽虎射球 我跟女兒說我明明都踢得不錯 還入了球 為何說我踢得很媽虎 原來她看電視時 有一個叫猛虎射球 很厲害 但我女兒不懂猛虎 兩個字以為一隻馬一隻老虎 馬虎射球就很厲害了 解釋了之後 我覺得很好笑 很可愛 亦是很開心 不過說到跟女兒 關係最親密的時光 鄧炳強就說 在2006至2008年間 借調去法國里昂 出任刑事專項主任的時候 有兩年 郭靖營警派我去李昂做事的時候 她是跟我一起的 兩年經常見面 一起生活 所以都培養了一個不錯的感情 因為當時她是十一歲 雙依為名 因為我太太在香港有工作 偶爾飛過來探討我們 所以每天載她上學 我要負責她日常的起居 做東西給她吃 還有那兩年有很多時間 由於她去到一個外國的環境 同學真的很國際化 所以她對於很多外國的人很有興趣 所以變成我們 很多關於國際課題 其他文化課題 她見到很多見識到的東西 會回來分享 不過堂堂一個大男人 除了要適應外國陌生的工作環境 還要細心照顧女兒的日常起居 難度可謂十分高 始終都是中國人 我又不太會煮飯 但她都容忍我煮的中國餐 有時簡單點是煎豬扒 煎腸仔 但後來她見到同學都吃沙律 就不肯吃我煮的飯 所以叫我買菜給她算了 就吃沙律 那你有沒有學會了法文 我女兒也學會了 我也是很差 可能年紀大學語文也差一點 我講得最多就是賣單 賣單 你法文怎麼講 說法文就雖然掉漏 但鄧炳強在教女兒就只有一套心得 他就說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最重要就是開心 小時候無論是小學或中學頭兩年就在法國讀 都不是很追求要考試100分 要背馬 都是比較輕鬆 相對地壓力又沒有那麼大 我都覺得小孩子讀書要開心 開心自然 你不叫他看書他都自己看書 之後考有這些文化 我覺得最重要是他開心 不要學壞 第一就是透過天天煩著他 他都很願意跟我分享一些看法 可能有時有些想法就可能會是 我這樣說謊 我就會告訴他就不好 還有可能有時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有時要影響到人 我都會跟他講一些道理 所以我想我也很開心 在成長的過程裡面到現在 他都有一個叫做純潔的心 兩父女的關係親密 但仍然是兆不免會有爭拗或代購的發生 鄧炳強又如何去處理 這麼棘手的兩代之爭 我想很多話題都不單止是政治 可能有些生活的話題 或者對於事物的看法 當然不會完全一樣 大家都是獨立個體 但我想我們就是 幸好大家都有一個默契 就是我們要尊重對方 說到差不多大家的意見沒對的 就要尊重話題 就不會是爭拗或傷了家庭的感情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結婚的父親 可能讓我女兒看完這個節目 讓她回答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